大家好,我们是SH 9月14号,台湾人气女子三人组SHE 永远在一起巡回演唱会在北京开唱 地点选择了首都体育馆 和他们三年前北京演唱会选择在同一地方 而此次是任家轩烧伤复出合体后 三人在北京的首次开唱 自然引来了全国歌迷的捧场 宝贝 内蒙古 包头 广西 我是从辽宁来的 演唱会开始前还下起了小雨 不过这丝毫没有影响歌迷的热情 一万个座位中 这次上座率达到了九成 和三年前开唱不同的是 这三年间 陈佳化已经成为人妻 性感了部长 天赋真开了个人演唱会 实现了梦想 任家轩则是经历了烧伤 并完成终身大事 可是你们看 现在的我 可以很开心 可以笑倒在老公围里 我可以跑 我还可以跳 还可以在这里唱歌给你们听 那两天整个月 对 这段时间我学到最重要的事情就是 只要还活着 就不要放弃 就有希望 当晚最让人记忆深刻的情节 莫过于将高科技全息投影技术 搬到舞台上 利用全新技术 歌迷不戴眼镜 便可以欣赏到三维立体效果 加上十足的创意 增添许多梦幻效果 让歌迷真假难辨 这也注定成为这次演唱会 最受观众喜爱的部分 他们制作那个动画效果有一个 就是3D的那个效果特别好 那个很魔幻 那个 漂亮 挺惊艳的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